朋友们大家好啊 这期我们又见面了 咱们很多的 这个蒜农朋友啊 这段时间咨询 就是说这个大蒜的 马上要进入这个追肥的一个时间了 就是反清肥 那么反清肥啊 到底应该在一个 什么样的一个时间段去使用 第二个反清肥 到底应该用什么样的 肥料为主 这期啊我们就结合咱们蒜农啊 这样的一些食肥习惯来和咱们朋友们的 聊一聊啊 第一个呢就是说大蒜 基本上啊从这个反清开始 就开始需要这个 逐渐的啊去使用这个肥料 反清肥主要呢 是以淡肥为主啊 但是咱们很多的农户朋友呢 一般会喜欢用一些平衡肥 实际上呢 在反清这个时间段呢 我是不建议咱们朋友们呢去使用 这个平衡肥的啊 反清肥呢 将以啊 就是以这个淡肥为主 可以适当性的啊 去配合一些零肥和假肥 您比如说咱们常用的这个配方啊 2866或者是30 55啊 这样的一些高淡的一个配方啊 就可以了 那么到下一次 这个从4月中下旬之后啊 从这个时间呢 咱们再采用啊 这样的一些高甲肥啊就可以了 第二个就是说反清肥呢 如果说咱们底肥使用啊 比较充足的一个情况下呢 那么咱们这个反清肥啊 可以在清明之后啊 进行使用啊 如果说底肥使用量比较少啊 那么这个反清肥呢 您可以在清明之前啊 开始去进行使用啊 就可以了 因为咱们反清肥大部分呢 使用尿素比较多啊 如果说尿素呢 在使用土壤之中以后啊 如果温度比较低的一个情况下呢 可能转换啊 可能得需要7到10天的一个时间啊 才能被作物开始吸收利用